台北市議會26號通過提案 要台北市政府再次韓文內政部 確認大巨蛋開唱是否鬆綁 大巨蛋始造助濟變 跟英雄法定程序辦理 各位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我們就加註在原來 140318案的第五點裡面 中市府研議辦理 北市議會做成決議 而內政部也重申立場從未改變 強調北市府應該依據106年韓式 依照權責自行決定 所以我們就會尊重到議會的決議 來辦理 會不會覺得中央地方在互TP 不會 我想我們都會保持溝通 客服各項過去所加註在 大家上面的限制 當然也一定會確保 相關的安全消防的問題 蔣萬安稱依照議會決議 但其實是否替大巨蛋解套 本就是北市府行政權 聲明到北市原苗博亞就開酸 蔣萬安根本要議會幫忙背書 演一出好像是議會叫他這樣做 他也是萬不得已才能這樣做 沒有說這種要幫遠雄解套 又可以繼續當不沾鍋的道理 已經學習做一個有肩膀的人 一直非常努力的朝向市民朋友 共同期待來讓大巨蛋朝向 可以舉辦非體育賽事的大型活動 包含演唱 蔣萬安拼盡速將大巨蛋解禁 不過場館頻頻漏水 就北市議員開酸第一首歌 難道要唱聽見下雨的聲音嗎 第一首歌是 親愛的愛上你 從那天起甜蜜的很輕易 告白氣球 時程上來講確實是有點急迫 但市府的立場還是要以安全為最主要 市府強調人以安全為最高原則 大巨蛋何時可以借鏡開唱 還得再等等 蔡水將一行和採用台背 全部都